搭進程車卻沒有寄安全帶 被警方抓到 來來來靠邊停 被發現才說要寄沒用 員警準備開單 一聽到要開罰司機瘋狂求情 我已經有提醒他就放過一次這樣子 沒有 這個真的不是這麼誇張 安全帶這個事情已經 早就已經宣導很多年了 沒錯真的宣導了好久 就是因為提醒沒用 最後後座乘客被開罰3000元 日前國道警察才在臉書發布這段影片 前方回堵車輛慢了下來 但後方駕駛沒主意直接撞上 當時車內兩人沒進安全帶 頭往擋風玻璃撞 造成臉部受傷 結果下一秒才開始寄安全帶 國道警方統計在高速公路 沒寄安全帶被拋出去的機率 比有寄安全帶的高出30倍 彈出去的致死率 更是正確使用安全帶的3.6倍 今年上半年取締違規 未寄安全帶總共開出7萬4千多件 只有罰一次才能寄取教訓 不然真的要等出事 才知道要寄那又有什麼用 TVB新聞延日神也上方新貝 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提供 提供 感谢观看